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经常感觉皮肤搔痒,有湿疹,巡麻疹,甚至是皮炎等一系列皮肤疾病 今天沈医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 止痒第一,横扫一切皮肤病 有的人经常得皮肤病,要么身上出巡麻疹,脖子,脸上,身体四肢 出现成团红色或者白色的疙瘩,高于皮肤,搔痒难忍 要么长湿疹,身上出现些宿命样大小的疹子,抓破后流水 易或者出现皮炎等等,各种皮肤病 总之皮肤搔痒难受,还隐隐发热,抓破了也不止痒 并且生活中还总觉得口渴口干,身心烦躁发热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通常是因为风湿或者风热之邪 清晰皮肤基表导致湿热无法排除体外,晕疾与皮肤所导致的 所以巡麻疹湿疹等皮肤病就像风一样,忽然出现且没有定处 不知道会出现在身体哪个部位 同时发作起来没完没了,痒得难受 另外因为有湿热,所以总觉得皮肤搔痒的地方隐隐发热 抓破后会有水液渗出,所以像只痒就要治风 清热除湿,而风随血行,所以治风先治血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方子 不仅清热除湿,还可疏风养血 那就是消风散,消风散主要有当归防风,缠退,苦参等13位药材组成 其中防风,缠退,牛棒子和精解为新散药 可疏风散邪,直氧透枕 石膏和织母负责清热泄火 仓主,苦参和木通负责驱湿利水 其中仓主还可驱风,苦参还可清热 当归生地胡麻仁,负责养血活血 以防止湿热耗伤阴血而遵从治风先治血的原则 使血行风自灭 最后一味药干草解毒盒中调和猪药 13位药材配五组成驱风为主 养血清湿热为辅 当风邪和湿热都被清除 同时血脉调和 那像寻麻疹、湿疹等这些皮肤病自然也都消散了 但需注意此药仅适用于风湿热血清息所导致的皮肤病 因此不适用于体质虚寒的人 因此不清楚自身情况的 建议寻求正规医生帮助 感谢观看